您好,欢迎使用BioArch Linux 本视频教程将指导您如何在Windows Sound System for Linux 或常说的WSL环境下部署BioArch Linux 并使用ModelTest NG软件包 在继续操作前,请确认您的设备已经安装最新的Windows操作系统 并请用WSL相关服务 若未启用,可通过具有管理员权限的Powershell终端运行指令 WSL.exe-install先行部署 成功启用WSL相关服务后 请重启您的设备,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进入BioArch Linux团队在GitHub上的主页并选择进入WSL项目 您需要从官方员或金箱站中下载WSL中的Table文件 以本视频教程面向的中国大陆用户来说 您可以从南京大学、南京邮电大学或山东大学金箱站下载 下载完文件后,打开带有管理员权限的Powershell终端 并定位置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 这一个文件夹指的是您个人账户中的下载文件夹 接下来的演示也会基于这一点的展开 若您下载好的文件并不在这个文件夹里 请参考您下载工具的设置以找到对应的文件夹 在安装前,您需要指定一个存放BioArch Linux文件的地方 在这个视频里,我们将指定它为您个人文件夹中的BioArch Linux文件夹 在中间窗口中,输入 系统将提示您该文件夹以新键完成 输入 操作等待即可 安装完成后,使用 wsl-d-bioarchlinux即可进入bioarchlinux的中端 作为archlinux系的发行版 在进行下一步操作前 您需要确保所使用的各项软件包围最新 以避免可能的依赖问题 由于bioarchlinux在标准archlinux的技术上 拥有自己的软件包库 在-etc-pacman-d文件夹值下 您需要同时修改mirrorlist与mirrorlist.bio文件 才能彻底切换到另一软件源 在本视频教程中 我们将把软件源切换至山东大学镜像站提供的镜像 如果您想使用其他镜像 请自行修改指令中的域名 由于bioarchlinux的wsl-tab包较为精简 您只能通过echo指令修改镜像源 修改完镜像之后 您就可以进行系统更新与安装所需的软件了 输入model test ng-version 即可确认该软件已成功安装 本视频教程到此结束 若您对内容有任何疑问或建议 请参与bioarchlinux文档以获得更多信息 请参与您的观看